主席 我請交通部 跟台鐵局 還有勞動部 黃赤 台鐵局 我先請次長 等一下再問部長 次長我想請問 交通運輸業的從業人員 比如說台鐵 高鐵之類的 如果他要達到防疫措施的話 要有哪一些的配備 我大概就是說先請教你一下 跟委員報告 我們1月開始 就處理口罩的問題 甚至於手套 口罩手套 這些都是基本的 那我要跟你講的就是說 每一個都不一樣 你看一下台灣高鐵 紅外線的顯像儀 你看它有 然後額溫器啊 手套口罩就是你剛剛講的 然後呢 比較多了 紅外線熱顯像儀 護目鏡手套口罩防護衣 那我要問的就是說 你看陶姐也是一樣都有 問你來了台鐵 我就要問這個副局長 你看 額溫器然後口罩 紅外線熱顯像儀 而且這個還是241個車站 只有22個車站有 了解我意思嗎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預計 在4月初我們就有 22個車站可以設置 對啊但是你看人家 這個韜姐北捷高鐵 其他的車站 我們會 那怎麼辦 批次用額溫槍 來幫旅客量體溫 對那我要問你的就是這個嘛 你看喔 這個你說這個5月1日起嘛 到5月1號現在才3月喔 5月1日起全面量這個體溫 然後還是這個交通部的政賜 王政賜啦 王政賜指示 然後說要配額溫槍嘛 問題來了啊 第一個就是說 你的員額早就已經不足了 2445人嘛 你能力都不足了 那你怎麼要叫車長 我真的很難想像耶 你的力道乖乖乖嘛 那你看我之前質詢部長的時候 他說勸導不聽就拒載嘛 所以媒體下標說雙鐵旅客如果發燒就 就拒載的話 部長說不聽就拒載 可是台鐵的指示是什麼 不是這樣 局長你看一下 不願就醫怎麼辦 通報乘務人員及到達站 表示什麼 載掉了 對啊 那就不一樣啦 那你到底是說他如果發燒的話 你要不要載 還是說你只是通報 還是你要拒載 是跟委員報告 剛剛第一個部分 我們在五月開始實施全面量測體溫的時候 我們會把我們這個增加 所需增加的人員補期 所以我們目前的規劃呢 也沒有說 要這個要車上我們的列車長 對啊 去做兩體溫 所以市長 我要問你的就是說 像這樣的狀況 因為 你還有一些無人站 然後的這個列車長也會反彈嘛 因為現在就是說 你叫他指示說買一個鵝鵝鵝槍 事實上 現在這站站起來之後 下一站就下車了 你都還沒扭到 你要有意思嗎 而且這個事實上執行也會累死三軍嘛 因為台鐵缺鵝非常多 那你人力都已經嚴重不足了 你這個要怎麼來做 跟委員報告 這個目前原額我們陸續在補 那設備的部分 我們都全力協助台鐵在解決 那就是說 我剛剛還是要強調這個問題 就是說 陶傑北傑高鐵 你看 那你的狀況是這樣 那台鐵可能是在這個 就是說 春假的這個書運裡面 承擔最大的一個部分 那你 241個車站 剛剛副局長有講 22個車站有而已 你的車站有的還不到十分之一 對啊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說 能夠趕快去解決 報告委員 我們都在積極處理中 在這個月底之前會 裝好22個車 對啦 要盡快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我問一下這個部長 部長就是剛剛提到的這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開放公時 但是問題是 勞基法32條第四款 跟這個40條 它是全面性的 它是不分行業別 那勞基法是一個最低的標準 在德國沒有人在討論勞基法的 因為那個是一個最低最低標的 那到底說有什麼理由 需要說到現在去把這個32條第四款 跟40條這個繞開 然後去開放這個公時 那變成說到最後不管什麼行業 都不計較每日的公時 12小時的限制的也 然後也不紀錄每月加班的這個時數 如果46小時的計算 等於是全面動開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這個韓式 是從87年就有了 我知道啊 然後我們其實在回應經濟部的部分 是針對 它現在因為我們的紓困政經辦法裡面的產業 對啊 好那我跟你講 然後報告委也不是說 我這樣一韓式他就可以 你看一下 你這個韓式是 你這個有個經字嘛 經工字 所以我才知道說 這個是經濟部你回給他對不對 然後你韓給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 你有看到嗎 所以你這個韓 你的副本是寄給全台灣的 這個科學園區 我現在要問的問題就是說 他現在要去趕工做這個什麼泡麵 然後他要做什麼 這個韓詢說罐頭 泡麵工廠 你給這個竹科說 我可以繞開這個 32條第四款跟第40條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到底竹科的公司 有哪一個說 他現在的狀況 有哪一個狀況是說 需要你去跟他解釋這個部分 對啊 現在我是公司的 我會覺得說 那勞動部既然認為說 32條第四款跟40條都不用遵守了 那是不是就公司的狀況就門戶洞開了 對啊 我們這個部分是針對經濟部的來韓 我知道啊 然後我們的副本 對 是給各縣市政府 包括直轄市 包括相關的 科技部狀況 我知道 所以 即使這個臨時提案就是要說 你不應該不分行業別這樣全面動開 那你需要的 你要做泡麵的 你要做什麼的 口罩的 你就是要正面的表列 然後審核他的單位的申請 你怎麼可以去降低一個 你是勞動部 你不能說 警署沒有跟你問完 好 全部都不用管了 不是不是不是 包委沒有全部不要管 我想這個部分 你應該 如果你這樣講 會太簡化這件事情了 對啊 所以你應該要遵守 我覺得你就是要遵守這個臨時提案 去正面表列這些產業別 報告委 我們有同意 對啊 那我剛剛也講 其實剛剛那個王偉在詢問的 質詢的時候 我也跟他講 這個不是無限制 這個就是在因應緊急所需 就像這一次 這個條例要一年六個月 部長 這個條例的適用 天災事變跟突發事變 你把它這樣解釋的話 是一年六個月 今天 這個我們必須再說清楚 我們是說因為這一段期間 有這個加班的需求的 如果他符合 像我們剛剛之前 因為像這個 最近因為搶購民生用品 對嘛 沒有人會反對 所以你就要正面表列 你的行業別 限縮它的範圍 你的回寒裡面 你的回寒裡面 是全面動開 32條第四項的行業別 跟40條 那我要問你 你看這個 你之前就已經把這個七休一 你已經把它放寬了 所以部長下標說 公實鬆綁 結果 你現在公實鬆綁 你已經有七休一有用 你有八四條之一有用 你現在還可以擋 這個勞基法三十二條 第四項 我們沒有當 我們還是遵照勞基法的規範 只是在告訴大家 三十二條四項 四十條的事變 它就是包括重大傳染病 但是你把它試用回去 有沒有 你去回去看 你的解釋是說 這個防疫條例的期間 但是你沒注意到 這個防疫條例的期間多久 一年六個月 我老天爺 瓜哥委員 我們不是說他可以無限制的 加班一流 一六個月 我想先進步也在這裡 所以我就要跟你說 我們是進貨 他這個辦法的特定的產業 那我問你 他問你的是什麼 應急的需求 對 他問你是什麼 他問你一定是問你說 泡麵罐頭工廠 這個是不是可以 這個繞開三十二條 跟四十條 對不對 他問你一定是這樣問 他不是這樣問 好 那你會後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提供說 經濟部韓詩怎麼韓的 好 你好意思嗎 我是這樣認為 我知道委員你在擔心的事情 那我也告訴你 我們不會因為這樣 就 就是整個去默示 或是去侵害勞行 你放心 還是回歸到法條的規範 因為我部長最後 因為時間到了 我必須要講 現在你可以用的 這個工時上面的規定 已經真的很多了 西修一也放寬了 那八十四條之一 那很多的策略你都可以去運用 真的 這三十二條第四項 跟四十條 這已經是勞工最基本最基本的 這個保障了 那我真的是認為說 這樣的狀況 第一個就是正面表列 到底有哪些產業 他真的需要 所以剛剛提案我們同意 對 是 那就是應該要去審 而且 維吾勞潛我們是共同的 沒有問題 而且 應該要去審核 因為你不能說 我現在看到這個 我昨天收到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很傻眼就是說 經濟部 勞動部 這個 涵巡 那 他應該就是 針對他特殊的需要 他現在 有可能有人要搶購泡麵 有可能有人要搶購口罩 或是要搶購罐頭 所以他幫你問 那我們的回答的方式 不應該是一個 一般性的 因為他回答應該是一個 具體的個案 那我們的回答 就是應該具體的個案說 沒錯 如果想這個需要的是 我 還是會為我們勞工來把關 然後來重演來審查 好 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部長 好 謝謝邱委員 謝謝 許部長 接下來請陳焦華委員來做質詢